大家好,我是Leo 面對你已經買了回來整年的植物 是不是已經大了很多呢? 但有沒有覺得這個盆已經逼得好像波縮的劏房似的? 而經過整年疫情的我們都知道 長期留在一個這麼窄的空間真是很不得了 所以今集就來講一下換盆 要準備的東西都是只有幾樣 一盆很久沒理過它,或者很久沒換過盆的植物 一個大理原本的盆,一至兩吋的盆 室內用的培植土 泥和培植土是不同的 通常室內都很少會用泥 因為不知道會帶了什麼進來 放鮮的 會再找一集介紹不同的植物芥質的聲音 還有一些水 都可以準備剪刀或者pruner 用來收下根 這裡有三個盆 其實三個都可以用 側面看都是一些高度有少少不同 但是看上去就是圖池色最漂亮 不肯定的就可以放進去看看大概是什麼樣子 這棵是Hawathia 即是景天科的十二卷屬 但是什麼品種我都不太肯定 以為是Zebra 但又不是太間調 如果你知道就留言告訴我吧 Anyways 除了淋水 我真的有一段時間沒碰過它 你看到上面的部分比下面的葉長了又窄了 這個情況就叫做逃長 Elongation 即是表示不太夠陽光 所以我換完盆 就要換一個有多少少陽光的位置 一般植物就會長長一點勁的 但這隻本身就沒什麼勁 所以就用了另一個方法 好 真的幫它換盆了 都是捏鬆的盆 通常可以在泥微濕的時候換盆 倒出來的時候有個型 那就沒那麼麻煩 一倒出來就見到幾個問題 你看到面有少少白色東西 即是在發霉 又是另一個指標說它不夠陽光 當然 波野遮住了陪植土 令它太濕都有關係 其實只要清走就可以了 等陪植土有乾爽的時間就可以了 如果再有的話就可以換走陪植土 而另一樣東西就是下半部分沒什麼根 所以一倒出來就散光 而上半部分就有打圈這個問題 但是就算下面沒什麼根 但波野都還生得很茂盛 是有點不夠陽光 但一般來說都還很健康 所以推斷就是下面的陪植土太濕 不夠疏水 應該用一些專門給先人掌 或者多肉植物的陪植土 或者在陪植土加一些珍珠癌 令它更加疏水 這個問題就應該可以解決了 不過我本身沒有預計過這個問題 所以都沒有這些medium在手 下次講medium 那時候才一次過介紹和換了 而上面打圈這個問題其實都很常見 因為通常用盤種的植物 根可以生長的地方就只有盤裡的空間 如果沒有辦法向外伸展 那就只可以在一個盤裡打圈 英文就叫做root circling 越打圈就會越難輸送營養 造成營養不良 慢慢枯毀 同時根都會越生越粗 有機會就會枯死自己 萬聖自殺 所以最好就是解回出來 如果太嚴重的就可以浸一下水鬆開 如果木質化了就可以用pruner修剪了 換來的時候可以略略修剪一棵植物 這裡就可以輕輕地撕走枯了的葉 不過也看到有生到新的根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因為整年都沒有特別照顧過它 所以這次就幫它換掉新的配植土了 稍微按住底的土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放肥料進去 但是多肉植物一般都不需要肥料 所以我就沒有放到 不過好像黃金角、鐵樹 就可以補充回 再填滿整個盤就可以了 如果你盤盤栽很健康 那就只需要幫它鬆鬆最底的土 就可以入新的盤 填滿就完成了 所以換盤的主要目的 就是幫植物保持一個良好的生活空間 通常我們看到的植物 只是看到泥上面的部分 而忽略了泥裡面的根 但是根就真的是植物的本 一棵植物生得好不好 就是看根生得有多好 當然沒有了陽光、水分和空氣都不行 所以換盤就是讓它可以生得更好 最後淋滿水就可以了 而剛才因為鬆了而撕走的葉 每一塊都可以用來繁殖 只要讓它封乾結了一層植物 就可以放到盤植土上面等它生根 幾個月之後又是一條好漢了 你問為什麼現在不放呢? 因為有傷口又放到有水的地方 就很容易感染或者會潰爛 所以等它結了一招才放 就可以減低這個風險了 明明是說換盤 但就變成了盤栽解難 希望你得到換盤的重點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subscribe和按旁邊的鐘仔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信任的人聽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